Pilot它其实就是Google的功能 它直接把Google搜寻引擎 就是有点像串联的那种感觉 这个应该是我用到目前最好用的一个Plugin 就是它比WebPilot还有Browing都还要好用 那选的这个WARNUX是 才短短几周 TRAGV又以惊人的速度推出了新功能 我觉得这次的更新真的是有一种革命性 然后人类转折点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两个功能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半成品 也就是大家应该有稍微听过的 Browing跟Plugin功能 这两个功能 不管未来是不是TRAGV在主导这个AI的市场 都将改变人类上网的习惯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查知道的方式是怎么查的呢 就是到Google上面 然后打你要的关键字 然后一个一个网站打开 看里面哪些内容是你要的对不对 这些步骤其实仔细想一想是非常耗时间的 那在未来不用那么麻烦 就是AI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Browing跟Plugin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概念 以后像是网路查资料 或是上网比价之类的这些事情 就交给AI就好了 也就是说你今天下一个指令 AI就会帮你搜集好资料 然后整理好端到前面给你看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这个 TRAGV的Browing 还有Plugin功能 有没有那么神 好那首先要提到这个最新功能 是Plus用户才可以使用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只有付费 才能够使用这个最新的功能 还有一个上礼拜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现在TRAGV有官方的App 不过目前是只有iOS版本 然后美国先推出 那之后其他国家也会陆续开放 App Store给大家下载 然后Android版本之后也会推出 那稍微讲一下呢 这款App版它跟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网页版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差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全新的 扩充功能还有Browing功能 还不能使用 那稍微解说一下这个 Browing跟Plugin到底是什么 那Browing它其实就是一个联网功能 就是你今天如果要求TRAGV去搜寻一些资料的话 它是能够去上网找资料的 然后第二个Plugin功能 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Google Chrome的扩充商店 就有点像额外的小工具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扩充商店里面 你就是可以去挑选你自己想要用的一些扩充功能 有点像小工具的那种概念 那我们今天在TRAGV的网页版 要怎样把这个功能叫出来呢 因为你在一般的界面 你是找不到这个设定的 首先我们先点左下角你的名字 然后里面去找到Settings Settings里面你会看到第二个 这边有一个Beta Features 然后里面这两个选项都要打开 就是Browing跟Plugin的部分 打开之后我们游标移到GPT4这边 你就会看到Browse with Bing还有Plugins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Browing的功能 那要怎么使用呢 就是我们点下去之后 界面其实没有什么差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要求他去搜寻一些 当下的资料 像我这边要求他去找 Yahoo台湾新闻的三则浓缩新闻 他这边就开始动作了 然后他是一个下拉选单 这边我们可以看他做了哪些动作 例如说他有去点击Yahoo的新闻 然后他在里面看了哪些东西 这边都是可以直接点进去看的 那我其实前几天有做一些测试 他其实常常会跑掉 跑掉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跑去看一些不相关的东西 然后找错资料之类的 就有点像是他之前回答错误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在今天影片开头才会说 我觉得今天的这两个功能 他其实有点像是半成品 但也算是还蛮好玩的啦 还有这几天测试下来呢 发现有很多网站他都是点不进去的 就是他可能没有权限 或者是那个网站有挡住机器人之类的 然后第三个要提到的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问题 要他去搜寻太深入的东西的话 他会因为时间不够 然后就中断搜寻 所以看到其实他目前的限制就是还蛮多的啦 好那他现在搜寻完资料之后 他就开始写他的答案了 他第一则先写了这个台风的新闻 就是他已经变成墙台了 所以就是实际用下来 我觉得这个browsing功能 目前还没有非常好用 而且因为他搜寻跟写答案 都需要蛮多时间的 所以就不是那么有效率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 Plugin功能 那Plugin非常有趣的就是 他真的很像Google Chrome的扩充商店 然后我们现在一样呢 这个游标移到GPT4上面 就会看到这个Plugin 我们点下去 那Plugin这边下面就会出现一个视窗 这边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他这边会有一个Plugin Store 那这个Plugin Store里面 现在好像是有超过86个扩充功能 是不是超级多的 我们点到All这边就是全部 有没有这边有32页 就是有超多个这个扩充功能 可以让你选择 然后你今天如果要使用这个Plugin 就是按这个安装 那安装完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点进去呢你就可以选择 然后一次呢最多可以选择三个Plugin 那这三个选完之后呢 你这个对话里面 FightGPT就会自己去选说 你今天这个问题适合哪一个Plugin 他就会选哪一个Plugin来用 这样子 那经过我自己实际调查之后呢 里面很多扩充功能 其实都是垃圾 就是不重要的一些功能 那实际好用的功能其实不多 就是大概才两三个很好用 而且里面其实蛮多东西 都是很小众的一些功能 那我自己实际上网查过之后呢 大家说比较好用的就是有这个 Walfriend 还有Webpilot 那Walfriend它比较像是计算啊 或者是数据之类的非常的好用 例如说你今天要算公式 或者是你要算地球的两端的距离什么的 这个会非常的好用 或者是计算温度啊 反正任何有关计算的东西 都可以使用这个Walfriend来计算 那另外一个非常好用的是这个Webpilot 我觉得它跟Browseing 有99%的相似度 而且我甚至觉得Webpilot比Browseing好用 这个Webpilot它其实就是Google的功能 它直接把Google搜寻引擎 就是有点像串联的那种感觉 例如说我昨天有直接问它 Dyson吹风机跟Panasonic吹风机的比较 那它就会直接去搜寻 网络上面大家的评论 然后把它拼凑起来 但是一样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常常会找错资料 例如说我问它最新的型号 它可能会去找旧型号之类的 所以在问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更明确一点 然后另外我还有问它就是 例如说最新的电影 或最新的影集的比较 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 它会自己去找评论网站 例如说电影的评论网站 或是影集的评论网站 它真的会找得到那个影集 例如说我问它 伯洁顿最新一季跟第二季的差别 它是可以找到里面的资料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错误 这样子 或者是我问它 小美人鱼跟闪电侠的比较 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上映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做评比 但是它可以找得到那部电影这样子 然后它也会告诉你说 这两部电影是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未来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要看什么 好看的影集或电影的时候 就可以问它 当然用法就不限于产品跟电影啊 其他任何你想要问 或者是比较的东西呢 都可以直接问它 那就是我们这边看到 它实际在去搜寻资料的时候 就跟Browseing的界面超像的 你可以看得到它上网浏览的记录 例如说它看了亚马逊的评论啊 或是它看了电影评论的里面的哪些内容 它抓的资料是不是对的 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例如说问它Dyson的吹风机 它可能跑去找了旧的型号 我可以直接在这个程式码里面看到说 它现在正在看的资料是错误的 这样 那我自己实际使用Browseing 还有Browseing 问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Browseing 搜寻的路径还有回答的比较好 而且我觉得Browseing 它的搜寻时间可以比较长 然后找的资料比较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Browseing会一直断在一半之类的 但是它们两个缺点就是 它们都需要花一些时间这样子 然后呢要推荐大家另外一个 Plugin是我刚刚才发现的就是这个 那选了这个World News之后呢 我就直接问它今天最重要的三个新闻 它就直接接续帮我找各大 新闻网站里面的内容 例如说华尔街日报啊 或者是纽约时报里面的内容 然后它最后呢就会总结出 这样子的三篇新闻给我 然后里面都是可以点进去的 点进去直接看它写的对不对这样子 而且呢它这个新闻里面其实是英文的 然后它直接翻成中文给我 就非常的方便耶 这个应该是我用到目前最好用的一个Plugin 就是它比Webpilot还有Browseing都还要好用 因为它的范围其实是还蛮明确 它会直接去找那些新闻的网站 而不是在网路上面随便浏览一些内容 因为有时候那样子它就会跑去一些不重要的地方 然后搜寻一些错误的资料这样 那这个Plugin Store呢 目前还是一直在新增里面的内容 所以大家时不时就可以进来看一下 有没有新的Plugin可以玩这样子 那必须要说呢 这个Plugin Store它的界面还算是非常的阳春 首先呢就是它没有一个搜寻栏 它里面都已经有那么多的扩充功能了 我还要一页一页去找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 它没有展示它里面真正的功能是什么东西 因为像是Google Chrome的那个界面 你可以明确的看到说 你今天下载这个扩充功能之后 你要如何使用这个功能 可是这里面完全没有解释耶 它就是只有一句简单的介绍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界面还有待改进啦 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新功能怎样呢 我自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半成品啦 就是还有待改进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上网的方式 而且这是趋势 就是之后呢 可能就是AI来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节省我们的时间这样子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这类的内容的话呢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资讯喔 然后另外一些比较生活化 还有第一手的资讯呢 我也会放在Instagram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追逐喔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